我們一般很簡單 海菜煎餅都是要用澱粉汁的東西 可是我今天把它改成用雞蛋 用雞蛋 對 所以沒有粉 沒有 沒有粉 對 全部用粉 這樣可以把你放在一起嗎 烘蛋嗎 還是說你是在做Omelade 沒有 打蛋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分開來打 有時候一打下去 壞掉 好蛋就會變完蛋了 怕有壞蛋了 對 好了之後很簡單 需要打開嗎 等一下再打 我們先要加一點點的昆布醬油 昆布醬油 其實老實講 我這裡面不會加鹽油 因為我怕破壞它的蛋白質 然後這裡面我們加上海帶芽 第一個我們要把海鮮稍微煎一下 煎一下 來 我們這個鍋子要先熱鍋嗎 對 先熱一下 然後一點點的橄欖油 一點點就好了 很少 對 一點點橄欖油 然後我們這個蝦仁 現剝的蝦仁我們就直接下去煎 好 然後還有我中間也下去把它煎一煎 你煎過之後 你這個就很快就熟了 這個 對 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一定要把它煎熟 如果通常經過汆燙 或者是用油炸過的 其實它的甜分都會流失 我建議就是 如果你要炒菜煮東西的時候 最好是用煎的會比較好 對 它的營養成分也都在 其實我們都希望說 大家看到蝦子的時候越脆越好吃 千萬不要有這樣的一個 對 因為越脆的話 它加的東西越多 對 尤其是它已經剝過殼的 對 顏則上我們都是買現成 就是帶殼的回來自己 對 就是我們看到蝦仁 真正的顏色就是這樣子 對 它煎起來就是非常的漂亮 綠色 對 所以我們光是現在在拌炒 就把它炒到熟為止 對 炒到熟為止 我們等一下再煎的話 速度就會比較快 後面不是還會有在料理的部分嗎 會 那還會再加熱 對 所以它這個熟 這不會過老嗎 不會 它因為全部都包在裡面 你把它加到蛋裡面 對 然後這個直接把它 這個時候再打 對 好特別 對 一般人家都是把蛋打完 加到食材裡 對 這直接就這樣 因為它的熟成會比較快 熟成 對 然後這個就直接把它收進來 海帶牙泡發過的 對 你要看你的量 看你的量 如果你想要多一點就 海帶牙加多一點 這在泡的時候 千萬記得就是 我們一般的開水 就是礦間色 對 然後直接泡下去之後 它一發顏色變了 就是變得很催淚的時候 就OK了 不能泡太久 太久會怎樣 爛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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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什麼叫做太久 太久就是 太久 他剛剛還是問過什麼太久 莫師傅 不是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國語辭典 沒有 太久 他問過什麼 問過什麼太久 太久了 超多久 其實老實講 差不多三分鐘 至於四分鐘就變 就厚了 對 好 了解 一點點的橄欖油 油也是很少 很少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下去之後記得 我們稍微抹一下 抹一下 其他都還沒有要加了 還沒 我怕你忘了 會 然後來 這個一點點蔥花 增加它的香味 提香一下 然後最後把它加進來 好漂亮 這個就真的是 很健康 我這天啊 沒有粉的煎餅 對啊 這蛋液代替蜜糊 這個鍋子一定要讓它 有一點點預熱 預熱 對 有一點熱 然後來 直接倒進來 油很小 好 好了之後記得一件事情 先把它剝平 然後鍋蓋蓋著 好 好 這時候我們稍微等一下 我們要看它旁邊 有稍微定型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翻 旁邊地 對 這個要翻是 這個要技術 對 這個很簡單 就像冰蛋一樣 對 所以你在加這個的時候 千萬記得 這個水分不能太多 所以一定要把它壓乾 對 所以三分鐘泡過之後 它會自然化 如果你超過時間 五分鐘 六分鐘就不行 煎蛋的時候要看什麼 看蒸氣 這有時候蒸氣一上來的時候 它會產生霧面 霧面的時候你就打開 霧面就開 對 有沒有 邊邊還沒有熟 對 邊邊還沒熟的 可是你現在已經聞到 蛋香氣出來 有 這時候你要關小火了 要翻了嗎 對 還沒 還沒 要緊張 關小火 對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煎 我們在這樣子煎的時候 它其實它的所有的營養成分 都守在裡面 所以為什麼加醬油的原因 就是因為不讓營養成分 全部破壞掉 所以煎蛋 為什麼鹽巴會破壞蛋白 因為我覺得加鹽巴下去的時候 它在煎蛋的時候 會產生硬化 硬化 對 會很硬 只要吃起來不好吃 好 我們現在開始要翻面了 翻面了 這我很後期 妳要怎麼翻 這稍微有讓它移動一下 空氣讓它跑進去 好 空氣讓它跑進去 翻面了 我看你在弄 感覺好像在弄一個披薩 對 確實 它可以加上一點點 我們講的起司 有滑動了 滑動 來囉 超常 那你在晃動的時候 越搖越厲害的時候 它的底下越定型 你現在待會翻是依照你 專業的翻法 還是我們一般媽媽都可以翻的 你們希望媽媽一般都可以翻的 還是專業的翻法 媽媽 媽媽來 媽媽可以翻 就是很簡單 倒過來 好 倒過來它變成這樣子了對不對 就放在盤子上 對 然後再把它翻過來 你看 它是這邊 好漂亮 很像那個蔥蛋的那種 就成塔蛋 就這樣子 然後呢 你絕對不能用到鍋邊 然後這是手拿著 手才能拿 這樣子 有沒有 來 這樣子 來 預備 1 2 3 生父親 生父親 漂亮 那你再把它放回來 再放回來 放不快 對 我要看你專業的方法 現在不能翻了 因為它已經 不要再翻 你現在那一面還沒翻 你不要再翻新了 被它跑掉 對 如果你翻的話 它整個就碎掉了 對 因為我們在倒的時候 因為它是很有弧度 它所以它會有一點點 我們講的都折起來 對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判斷說 煎起來的顏色就是這麼好看 另外一面 對 那你現在就是要把鍋蓋蓋上去 蓋蓋幹嘛呢 就是它會有一點點膨脹 你就是表示蛋餅挺熟的 對 所以你就慢慢的 把它煎一下就可以了 好 若這不是它我們節目做菜 唯一翻 炒菜翻鍋有沒有 對 稍微比我 真的嗎 很酷 好 來 1 2 3 翻過來 好 這樣 好可憐 憲不得 聰明就換你了 好可憐 我不得不承認 在這一招我稍微出差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聞到 因為它家的感覺又很少 好香 好香 那邊有聞到了 有 這就是正確的煎蛋 好香 好棒 這樣子完成了沒有 來 翻過來 天啊 你有辦法連續翻10次嗎 可以 沒問題 有這麼鹹就是了 對 需要醬嗎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 加一點點昆布醬油 也是一樣 這個還有用嗎 我以為裡面是多的 沒有 這個可以當成一個 很簡單的小菜 然後芝麻 兩種吃法 有點涼拌那種 對 然後這個拌一下就好了 一點點就可以了 鋪在上面 天啊 你這樣一放就真的日式的感覺 對 然後這個就下去 然後慢慢的 這味道不要太重 有飽品 然後因為這個梅海池七少醬 就是要選擇好一點的品牌 然後少一點 對 比較健康 比較健康 對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要多 來 這樣子擠一下之後 你這麼弄完又像大阪燒了 對 七尾粉 七尾粉 對 有一點點辣味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好棒喔 選手得了